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Work系列基础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将要学习的知识点是 表的约束 什么叫做表的约束 约束还真的就跟它的文字的意思是一样的 比方说小时候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规定 不准晚上多少多少点之后回家之类的 其实所谓的约束 其实也就是约束表的数据 那么对于Oracle来说 表的约束分成哪几种呢 分别是组件约束 外件约束 优理科约束 和检查约束 好的,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来挨个介绍这些约束 跟着上次课复制表的这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在复制表的时候 其实是出现了重复数据的 首先呢,我是在创建表的时候复制一次 第二次呢,就是Insert into的时候又复制一次 复制都同样的记录 也就意味着我这个表里面哈 存在着重复的记录的28条嘛 肯定都存在了14条是重复的记录 那么对于我们真实的建表过程中 如果表中出现了多条重复的数据 那么必然会造成存储空间的浪费数据的冗余 会带来非常多的问题 这就是要求我们表中的数据 是不能够重复太多哈 不能够重复 否则就叫冗余数据 那么我们怎么样来限制表中不出现重复的数据呢 那就由约束来实现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主件约束 什么是主件约束呢 如果说一张表中有一个列是主件 比方说EMP表中的EMP number 什么样的列可以成为主件列呢 就意味着这一列的每一条数据都不可以重复 都不可以重复 一旦我设定了某张表的列 某一个列是主件列 那么插入这个列的所有的数据绝对不可以重复 那好 现在呢 我将EMP copy表 所有的记录给它清除掉 接下来看一下 里面没有任何数据 没有任何数据 同理它也没有任何件的存在 接下来如果我要指定EMP number为主件列的话 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用很多种方式来实现 既可以用SQL plus命令 用这种SQL语句或者是SQL plus命令去直接创建一个组件 或者呢直接用图形化的工具 那么我们先来演示如何使用SQL语句给EMP copy表创建一个组件 Order table EMP copy表 add constraint add constraint就是添加约束 Order table是修改表 修改表EMP copy 添加约束叫什么名字呢 PK1吧 然后是Primary key 这个PK1就是约束的名字 然后指定这个约束是Primary key 而且指定的是EMP number列 是Primary key 主件 好的 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这句话 执行成功 执行成功 怎么看呢 怎么看这个主件是否创建成功呢 我们可以选择左边的 Tables 找到EMP copy 右击选择 查看 这个是Pierr SQL Developer所提供的一个图形化的工具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表都有哪些键的存在 1 2 这是它的列 这是它的什么呢 键 好 这里出现了一个键叫做PK1 然后类型叫做Primary key 那么列在指定的列名是哪个呢 它是EMP number EMP number OK 那么主件约束对一张表来说 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好 我们可以这样子执行一遍 这个 OK 查询有14条记录 没有问题 那么我再执行一遍 就是说我再插入14条 试试 它会报错 报什么错呢 违反唯一性约束条件 这是什么意思呢 所谓的组件约束 请注意 凡是我们指定的哪个列 是组件列 就意味着这一列的数据是绝对不可以重复的 第一次我插入14条记录 这14条记录 没有哪一条记录的EMP number列是重复的 但是如果我再插入14条一模一样的呢 它会报错 因为组件约束的存在 我不允许重复列值的这个数据进入到我们这个EMP copy表 这就是组件约束 请大家特别记住 一张表只允许一个组件的存在 一个组件约束的存在 但是呢 组件约束既可以是一个列 一个列也可以是多个列组成的符合列 符合列可以成为一个组件 一个列也可以成为一个组件 但是一个一张表只允许存在一个组件 好的 关于组件约束的介绍 我们就到此结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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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